敦伦敬奋 贤邪纯尘 诸儿莫作 众善奉行 欲学佛道 以托凡俗 若不注重于此逝去 者如无根之木 其其甚茂 无意之鸟 祭其高飞眼 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 以生信愿 指佛名号 我们看到这边 这四句话非常重要 敦伦敬奋 贤邪纯尘 诸儿莫作 众善奉行 敦伦敬奋就是敬我们本分 我们要有道德伦理 敦呢 敦后 伦呢 伦理 敬我们的本分 敦后就是为人和厚道一点 我们不要太一直去攻击人家的缺失 也要稍微不要去戳破人家的问题 如果有些人他的心态 你明知道看出来 他这个心态不对 可是你不要戳破他 有时候戳破他也是 我们说话就是要 要有一点就是保留一点 不要讲得太利了 所以这个敦后 我们诚心跟人家建议的时候 那个执心是稍微要有智慧 在口语上要拿你得当 闲邪纯尘 闲邪 这闲的意思 就是 等于是去掉 把它摆在一边 就是我们内心里面都有 恶的种子跟善的种子都会发芽 那么我们的恶念头跑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掉它 第一个恶念头跑出来 我们就赶快要绝照到 不要让它这个恶念再继续恶化 叫闲邪 纯尘 我们内心存着自成之心 来面对周遭的所有的事情 然后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所有的恶我们都不要做了 所有的善我们都要奉行 这个善奉行是全方位的 全方位的善 我们不要去 觉得小善就不要 我要做大善 你任何善都不要去废弃它 小字蚂蚁 大到人 众生去照顾 然后呢 人前人后 我们要谨守的一个德恨 对人呢 要有忠恕之心 能够尽忠 尽孝 也能够宽恕别人 这个呢 就是众善奉行 在古代 其实我们通常都是 到最后都要盖棺论定 盖棺论定 一个人在他气势很旺的时候 往往 很容易会造恶业 那么气势很旺的时候 造起恶业来 有时候短时间你是看不出问题 他也不觉得他造这个恶业有什么问题 可是等到要 等到他的福报 想尽的时候 问题 现前的时候 就很麻烦了 整个业障就全部都现出来了 所以人呢 是要走到最后 盖棺才有办法论定 我 学佛到现在 感受到最深的就是 经常吃亏的人 经常吃亏的人 往往看起来脸色都比较好看 到最后了 到最后 我说年纪大一点 往往感觉起来就不一样 因为吃亏 吃久了 吃亏吃久了 他也觉得没什么 当然他心里面要 心里面要有修行的心 想要修的心 然后呢 要比较 狗矣 要古矣一点 人呢 就是 憨厚憨厚 没关系 我们呢 就是 就这样子 往往往走 呆呆地坐 我们也不要去 管人家太多 那 不要太计较 就这样子做就好了 那么别人要欺负我们 我们也笑一笑 那别人要侮辱我们 那我们也笑一笑 那别人呢 要让我们多做事 事情要多做 那我们就多做 如果跟人家比较 那很辛苦 一个人的业 就在这时候 你的业障会慢慢地消 消业障一定要在人跟人之间相处当中 你比较好消业障 要靠人来帮你消业障 大家记住 要靠人来帮你消业障 你要聊掉过去生的恩恩怨怨 你也得在人群中去聊 如果你要一心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一心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就不要再来了 你要再来就是大菩萨再来了 那这个时候 你还是得要有适当的缘对外面 不要全部躲起来 你还是要适当的缘分跟人相处 那这个适当的相互互动是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看我们到底信念兼不兼顾 兼不兼得起考验 然后呢 你外无浊二世的所有的人事实地物 所有的问题都是激发你去饥饿世界 更稳固的去饥饿世界的信号 会让我们更稳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这两天 这三天的大地震 海啸 那只有肯定让我们决定 一定要去基督世界了 不要再有第二个念头 千万不要再想 想我还要怎么样 如果今生不了脱生死 不断生死轮回 你不小心跑去天上 现在是居士 很多人是会升天 修福报修很大 升天那就辛苦了 我劝你不要升天 你最好是要去饥饿世界 一升天福报想完又掉下来 掉下来又正好 五足二世越来越拙 你又正好去搭上更末法时代 越来越严重的世界 所以大家一定要趁这个时候 我们还有能够念这六字鸿鸣 六字鸿鸣的时候 就赶快 时时刻刻地把它念在心里 做事也念 走路也念 要有那种 今生不断生死轮回 那就是真的白来的这份心 你看那个海啸来 海啸比地震可怕 你地震 那个房子 你房子还没有那么 你坚固一点 房子还好好在那里 那海啸来是全毁 没有得跑的 那是全毁 你根本 你那海啸的那个警报 你只有几分钟后海啸来了 多少分钟后海啸来了 你能够把电视机搬走吗 你能够把房子搬走吗 你能够赶快东早西早 你到底东西放在哪 赶快全部搬走吗 不容易的 没有办法那么快 你全部就得眼睁睁看到 你一生的心血就这么没有了 一辈子的心血就没有了 你一个人又能够 一般的人能够有几栋房子 现在奢侈岁又要磕奢侈岁 那一个人 你看一生当中你要有几个房子 你能够有一栋房子 就是你一辈子的心血 那你看这个五桌是三界火宅 还多么的脆弱 多么脆弱啊 时间一到 就很多东西就毁掉了 无常 我们来看 运学佛道以脱凡属 我们学这个佛道 就是要脱凡属 脱凡 能够超属 所以这四句话就让我们脱离凡属 如果你不注重这四句 多伦净奋 行血纯属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你就好像没有根的木头 你还希望 没有根的树木 你希望它茂盛 没有翅膀的鸟 你希望它高飞 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真为生死底下 真为生死发普利心 以生信愿来练佛的话 伯蒂凡属 想要献身来 极了生死的话 若不依此四句 者成无因而欲得果 你没有因 你怎么有果呢 没有种这个因 而希望有收获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将这四句话 要赶快通生喝淡起来 这样子决定可以深入到 可以往生进入到 圣贤的这个世界 能够到极乐世界 我们来看下面 人生世间聚足八苦 众生天上难免无衰 为西方极乐世界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金云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圣可不为 人命无常 树如电光 大限到来 各不相顾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于此 由不兴物 立修敬业 则与木石无井 统一生长于天地之间 以 由学心汉子 岂肯身坐 走漏行尸 使与草木同府 高推圣井 自处凡云 欲大经测而不奋法 问圣贤佛祖之道 而不肯行 是天父人也 亦人父天也 这一段我们现在是感受更深了 有八苦 人生有八苦 人本身有八苦 天上有五衰 五衰向线 就是那个天人要往生的时候 会有五个线 五个状况会产生 就是身体开始慢慢臭了 那头上的花罐 就慢慢地 就是要卸下来了 因为天人头上是有个花的罐 就是黄罐的罐 那么 天人要往生的时候 这花罐就慢慢没有了 衣服就越来越不好看 身体越来越臭 五衰向险 所以你生到天上 也一样难免无常 只有西方结实界 没有众苦 只有猪乐 这个猪乐是殊胜之乐 不是一般凡间之乐 不是无常的乐 不是我们这个五猪恶是这种的 那么三界无安 三界无安 我们经过一大截 一个大截 六十四大截就会回到 六十四大截一个循环 就会回到三残田 就是火烧出残 水淹二残 风吹三残 连天上都会毁掉 你看那个水灾会淹到天上去 结末的时候 这个大截 我们每一大截到最后的时候 水灾是会淹到天上 火灾也会烧到天上去 那是整个 整个 整个须弥山就整个毁掉 好 虽然玉皇大帝的地方也没有了 好 也没有了 四敌环英 那地方也没有 只剩下 哪里没有毁掉 四残田 只有四残田 四残田还安稳 四残田没有受到这个 结末之火 所烧到 毁掉 他是没有 还很安稳 可是四残田 虽安稳 没有解脱 那他的福报 想尽了 禅定一落 掉下来 那就还会到四残田吗 很难 要一个人要能够定立到四残田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四残田也没有解脱啊 他还是会掉下来 好 所以我们呢 要能够懂得这个三界 欲界色界 无色界 没有安全的地方 好 他是像火宅一样 是重苦充满的 很恐怖的地方 大县到来 谁也顾不了谁了 今天有那个新闻 那个海边 日本那个海边又飘上 海滩上 就是那个海啸啊 把人卷到海里去 然后那个尸体浮起来 又飘到海边 然后整片海边有上千具尸体 哦 这个很恐怖 很恐怖 然后呢 那个核电厂又有一个炉啊 核电厂的那个反应炉 又龙 又龙毁掉 所以大家 大县到来各不相顾 谁顾谁 跑 来不及跑 很多东西没有办法顾得了 你看 往生的人 每一个人在前一刻 都还在计划未来要做什么 认真的计划 认真的电脑 在传达很多的互动 事业 要赚钱 然后感情 然后家庭 都很多的互动 但是大县到来什么都没有了 这些互动都成空了 所以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跑 今天我在开车的时候 因为 那个无常的感觉很深 真的很深 我们这个真人一切都是梦幻 梦幻 你看看 要 我现在 我们现在有这个体力时间 讲课 大家还有个福报在这里 听课 那这也是一刹那就过去的 但是有智慧的人 他就把握这一刹那 互相修复修会 赶快把自己 好 认真的掌握这句佛号 求生解救世界 有智慧的 可是没有智慧的 你还是 悠悠泛泛这一生 重点三根福的因缘 又往生到下一辈子去 又轮回神世 所以底下 于此又不心悟 如果不赶快心悟 心就是清醒的意思 不赶快清醒 立修敬业 这个时候 没有其他法门 让我们迅速解脱 没有了 好 这时候 这时候 择与木实无情 同一生长 与天地之间 如果我们不赶快醒悟 那我们跟草木一样 完全没智慧 所以我们就要 赶快要警测 要奋发 闻圣贤 佛祖之道 要赶快去行 不要辜负 我们现在的好姻缘 好 我们翻过来 一百二十页 一百二十页 中间 一句佛号 包括一大藏教 庆无不敬 通宗通教之人 方人做真念佛人 好 我们看到这里 这句佛号 它就 你看法界藏身阿弥陀佛 这句佛号 它就 所有的 三藏 所有的 教法都包括进去 庆无不敬 每一种教法都包括进去 不管 禅 密 空中 有中 哪一个中 都包括进去 所有的 角度的概念都有 所有的智慧跟慈悲 佛陀心中的 所有的 智慧都有 所以真正的 通宗通教之人 大根大气之人 他才能够做 真念佛人 这就很重要 上次有一个老菩萨 打电话给我 这个老菩萨很特别 我所有老菩萨里面 就是他最特殊的 好 他电话跟我谈经论 天南地北谈 他这个经论还真的算是很深入 他可以谈禅宗 谈到很深的禅宗去 他可以谈 净土可以谈到好多去 然后还可以谈空中 谈友中 还可以谈华言 我这个老菩萨 因为他从年轻就学佛 学到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 而且他很有学问 很有学问 每次电话一来就是 他不谈别的 就是谈教理 可是很奇怪 他知道要念佛 没有认真使心去念 他就一直在禅里面 在那一钻 那我就跟他讲 结果后来 我讲了一句话 他很认真 用心地接受 我是跟他说 大根大气之人 你才更会去念佛 他一听 整个心就真的开始念佛了 他就真的愿意 他就愿意再跟我 再认真再谈念佛了 你看通中通教之人 你方人做真念佛人 通中 我们讲中 就是中门教下 这是一个名称 中门通常就讲禅中 教下 就是讲我们显教 一般讲这样 那么通中通教的人 整个通达大根大气之人 你才能够真的了解 这句佛号多重要 这句佛号多殊胜 这句佛号是多么的直接 那是诸佛菩萨的最高深 最方便 最直接之法 它是无上之密法 也是无上之禅 我现在讲的这个都是祖师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只是传达祖师们 他们真的体会出来的话 我也非常的认同 我们看下面 而一无所知 一无所人之人 但只口会说话 亦可为真念佛人 去此两种 这真不真 皆在自己努力 一叫于佛儿 这一段 是很好的一段 他说大根大气之人 才是念佛 真念佛人 然后呢 一无所知 一无所人的人 只口会说话 也是真念佛人 就是他只会念佛 然后呢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知道 前天在西瓦堂 有两位法师 来我那边 跟我讨论经教 一位法师 他跟我发问 说呢 净土法门 要去其他世界 恐怕不容易 那要一念之静心 我们心又不静 你这样去 也是不容易的 我马上就跟他 他说要一念 不生不灭的 清静心 才能够去 极乐世界 我马上就跟他 否定掉了 假设你要 那么清静之心 那个 不生不灭的 那种清静心 你才能去 极乐世界 那一大堆人 那佛头的这个愿 就不用发了 阿弥陀佛的愿 就不用发了 他是为广大师 所有的众生 只要愿意念佛 他就可接应 那大部分人都是生灭心 他 关键就在这个臣 致臣心 关键就是在于 我要放下 这世间的 不要去管他了 我就是要去极乐世界 我有多少的业 多少的业障 我也不管了 我就是这句佛话 练好 相信阿弥陀佛 就是会带我去 这一年自成 恳切 恳切一定要去 然后非常的相信 这句佛号 我现在指的是 一般的迷信的人 即使迷信都可去 即使迷信 一样还是可去 他就是 我就是要去 就是相信阿弥陀佛 你看一般的 我们不是常看到 有些那个 观音菩萨感应路 观音菩萨 我们不用讲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感应路 他就有很多的老菩萨 老菩萨 他只拜观音 拿相拜拜 他也不懂教理 他就在很多时候 就是观音菩萨来救他 来接他 来带他 你看 这个是 连观音菩萨都会 都能够这样 一个迷信 完全不懂教理者 都可以 受到菩萨的 这种 照顾 何况阿弥陀佛 何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平常 就是自成恳切念 我们有时间 有精力 我们就在教理上 再多深入 没有关系 可是呢 我们也要懂得 即使我们只是 这一句佛号 老老实实念 什么都不懂 一样是可去 但是这个意思 大家不要错觉 不是叫我们 只念佛 什么都不管了 不是这个意思 他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他意思是说 就算只念佛 一样还是可去 你什么都不懂 一无所知 你只是 傻傻地念 你一样就是 可以去 只要你愿意 信愿具足 如果这两种人 大根大气之人 以及自为愚钝之人 这两种人 这是这两种 真念佛人 两个极端 都是真念佛人 那么处在这两个中间 真不真 那就要看自己努力了 你是不是能够做真念佛人 还是不真念佛人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 是不是真能够 深入在经教里 依着阿弥陀佛的 所发的愿而去行 依着本师释迦牟尼佛的 教法而去行 所以我非常相信 这个善导大师讲 这个 如来所以心出事 为说弥陀本愿海 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之所以在今生 能受一百岁的时候 我主要是大家业障 这么重的地方 来讲说教法 他最终的本怀 就是要讲弥陀之法 不然你看大家业障这么重 你其他的法得高跟气 门槛也很高 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去弥陀净土 我当然不反对了 可是弥陀净土 你们知道门槛有多高吗 那是天人的大福报 你还得要有佛 还得要有善根 那个佛的善根的根气 你才能感到到弥陀的内院 弥陀有分内院外院 外院是很享乐的地方 内院是一个比较清净 因为有弥陀菩萨在那里主持 可是你要有很高的根气 跟大福报 你才有办法进入这个门槛 根气就善根 对佛法的信心 你才能进入到内院 那你福报是 你得有天人的福报 你有才能有办法去 你得自己的力量去 不是佛陀的家世 不是阿弥陀佛的家世 你得自己去 可是弥陀的愿力不一样 你不是自己去 你是得给佛陀带去 给阿弥陀佛 以阿弥陀佛的加持力 直接到饥饿世界 就脱离生死轮回 这个差别很大 这个真的差别 所以我们佛中之王 光中极尊 阿弥陀佛 我每次念那个 两个发愿文 一心归命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这个发愿文 跟十方三四佛 阿弥陀第一 这个发愿文 这两种不同的发愿文 我都很喜欢念 十方三四佛 阿弥陀第一 我个人很喜欢念这一段 常常念这一段 可是这个要真能够去 真能够去体会到 这个是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净土法门 是难信 非常难相信的法门 非常难相信 这个我相信 的确真的是这样 好 我们来看 121月第四行 这一段很重要 我们来看 这一段是在描述一个人 皇后觉之现象 皇后觉是一个人 那我先大概讲一下 他呢 是在世的时候 非常认深的一个局势 行持各方面 看起来都很诚信 做善事也很广 可是临终的时候 却献出一个很特 临终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讲话 临终前 话讲不出来 而且听到念佛声的时候 他会很生气 叫人家不要念佛 他在临终的时候 业障陷阱 那个陷阱很恐怖 他自己整个人 没办法说话 然后又要人家 不要念佛 人家一念佛 他就会献出一个 很愤怒的相 这个是皇后觉 这个人 那么现在 别人写这封信 请示 印光大使 印光大使就在 回复这一封 这一封 其实它代表了 许多类似这样子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我 有时候我就会看到 这样子的人 尤其老参的 老参的 就是学佛很久了 他是代表着一个 学佛很久 可是往生的时候 却很讨厌 听到佛 佛的佛号 很讨厌听到佛号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皇后觉之现象 普与学佛之人 有大力 就是说 他这个现象 对学佛人 有个很大的提醒 很大的利益 无论彼之究竟 是往生是堕落 且不必论 不管对方大使 真的往生还是堕落 我们都不要去想了 果念佛人 知彼临终之现象 绝不敢浮游从事 与了生死一发言 就说 如果你果真是念佛人 看到他年终 献出了这个相貌 你就真的不敢 泛泛地念佛 你真的就不敢去 你就真的要认真 看到我们自己 是不是真心念佛 还是假心念佛 还是随便练 还是随便念念 还是为了明在念 有些人是为了明 为了明 做很多的大善事 或是供修各方面 有些居士 他不是真心要念佛 他有一些 是跟明有关系 所以这时候 他会提醒我们 我们绝对不敢浮游从事 浮游从事 我们不敢 对于自己的念佛 要随便念念 我们不敢随便念念 我们真的要认真念 这样子的话 临终才不会像他这个样子 观彼之行迹似乎自成 就是看到皇后觉 他的行迹在世的时候 他所做的所作所为 似乎很自成 似乎本身是很诚恳 观彼临终所献之景象 还是临终所献的 这样子的一个相貌 盖平日未曾认真 从心地上用功 并从前或有 监于财而之人上命 或监于言而之人上命 等业之所致业 就是我们看他临终的现象 那一定是他平日 没有认真从心地上去 认真用心念佛 那有可能呢 从前过去 他因为贪财的关系 而治人上命 有可能 也有可能 在言辞上 监于言 就是言辞上 没有协助到人家 吝啬于 讲出帮助人的话 而让人上命 等等这些业所造成的 这个小字里面 有提到监于言的意思 我们来看小字 监于言 自能上命者 如自知有寇 他举个例子 自知有寇 病之可避之处 以心无耻 被乐能得祸 过不肯说 就是说 你知道 这条路上 有强盗 那你又不 不告诉人家 避开 你还是让他去 让他进入危险 以心无慈悲 而 乐能得祸 那这样的话就害人 那么此事此心 即犯天地鬼神之怒 好 你明知道 走过去 四个陷阱 四个危险 你还让 还不给他建议 好 还不劝他避开 这是非常犯天地鬼神 的忌讳 所以呢 故 至临终前不能言 而且二文念佛等相 所以呢 导致皇后觉得 临终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言说 而且呢 还二文念佛 难以献 一时不死之相 急注念人去 未久之时 此与 奸财奸言 物能心命 完全相同 就是说 因为皇后觉 他临终前 重病 一直死不了 好 就是一直病 一直拖 拖越拖越久 所以 以献一时不死之相 直到 他 越来越严重 这时候 注念的人去了 在旁边认真 帮他念 他才慢慢地往生 好 意思是 也要靠 注念人的力量 来让他的业障 消除 然后慢慢往 然后不久 他就往生了 就不会拖 不会拖时间 此与 奸财 奸言 物能心命 是完全相同的 就是 燕望大师 他提说 说这个呢 跟 奸于财 奸于言 而误人性命 这个果报是一样的 是符合的 虽不堕恶鬼 而其气氛 乃是恶鬼之气氛 虽然他没有 跺到恶鬼道 虽然 即使没跺恶鬼道 那么 他身心的气氛 就是 我们一般俗话 讲就磁场 身心的磁场 那么就是 恶鬼之气氛 难比 或由自己心中 忏悔 或由诸人 及儿女之诚恳 睡得减轻 不自 直跺恶鬼 男儿 对方 或可能 自己心中有忏悔 或是由其他人 包括儿女 来帮他 诚恳 的念佛 而让他渐轻 而让他不至于 直接堕落到恶鬼道 为经之计 必须其儿女 先来讲 现在要怎么办呢 为经之计 就是要 他的儿女 翻过来 122言 并各眷属 念彼之苦 同发自利 利人之心 未必念佛 这时候呢 你的儿女 以及各个眷属 你要 大家要 能够 感同 深受他的苦 要发自利 利人的心 来帮他念佛 然后呢 求佛垂齿 建议往生 我们要 儿女们 要自成恳切地 求阿弥陀佛 的慈悲 能够接引他 到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 这诚恳果道 往生即可欲端 如果非常诚恳的话 如果真的达到非常诚恳的话 那么往生还是有可能的 往生还是可以的 以父子天性相关 佛心有感即应 为什么这样可以呢 因为父子的天性相关 所以我常常 有时候我们那个 往生的时候 很多人他请那个 请别人去诵经 如果小孩子没有一起诵 那个其实帮助不大 帮助不会太大 小孩子要一起诵 因为小孩子是最重要 小孩子跟父母亲 他是直接的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是至亲的关系 这时候那种小孩子 跟佛陀求 至心地念佛 希望能够接引父亲 到极乐世界 这时候呢 那个感应是很强的 比较好 比较会感应 因为父子天性相关 比眷属若泛泛悠悠从事 这便难以消业障 而蒙见也 如果对方 如果这个眷属们 儿女 以及亲戚 眷属 如果